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期的美股售盘 我是一超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美股走势 周四美股地开 主要是由于欧洲和中国经济数据 普遍疲软美股受此影响 但在五盘之后 美国二手房销售数据意外攀升好预期的财报 推动和零售板块上涨 一定程度上是有所抵消 欧洲与中国疲软制造业数据的影响 美股回升 接着售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三大股指的具体点位状况 道琼斯工业指出近日收在17717.88点 但是涨幅为32.15点 标普500指出近日收在2052.72点 但是涨幅为4.00点 纳斯达高综合指出近日收在4701.87点 但是涨幅为26.16点 经济数据变美国11月market制造业 PMI出值是54.7 达到了今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连续三个月下降 反观欧元区的11月market出值 降至了51.4 为16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10月二手房销售增加了1.5 NAR首席经济学家表示 10月乘乌销售数据 是今年内首次销售实现同比正增长 表明乘乌销售出现了一个U型拐点 另一份数据是 美国10月核心的CPI环比上涨了0.2 略高于预期 劳工部表示 汽油价格下滑 抑制了上月的CPI的走高 能源价格下跌 抵消了食品价格上涨 对通胀的一个影响 从分项指标来看 能源价格连续四个月下跌 汽油价格也下滑了3% 美联储之前的通胀目标是定在2% 但其青睐的另一项通胀指标是 核心PCE需要定于CPI 同时美国劳工部宣布 美国上周初次申请 失业救济的人数 减少了2000人 总数降至29.1万 板块方面 今天走强的板块 有消费者非必需品 能源原材料科系板块 走热的板块 有消费者必需品 金融医疗通信和公共失业板块 再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值得关注的各股方面的消息 GoPro是在今天大跌 昨日公司二次发行了1000万股 计划每股75美元 周四跌幅已经超过了 7%至73.30美元 股价是处于一个 持续下滑的一个状态 有分析师表明 GoPro一直有在被市值 被高呼三倍有余的一个状态 Best Buy交易代码 BBY第三季度的财报 高于预期并对购物季的展望 乐观股价持续走高 Dollar Trade交易代码 DLTR宣布第三财机的盈利 是1.33亿美元 达到了盈利的预期 销售额也达到了 2011年以来的最高值 赌场运营商 Caesars Entertainment 交易代码CJ2 股价今天上涨了超过5% 公司正在计划将一个赌场部门 转型为房地产投资信扣基金 咖啡商Green Mountain 交易代码GMCR 在今天公布了第四财机 盈利攀升11% 但是公司CFO随即离职的消息 令投资者表示担忧 公司的股价今天下跌了 约6% 云技术计算公司 Salesforce.com交易代码CRM 经调整后的第三季度业绩 是高于预期 但业绩展望疲软 令市场有所失望 在中概股方面 今天巨美优品领跌 中概股最大跌幅 已经超过了10% 迅雷交易代码XNET 下跌超过了8% 经历和世纪加园 交易代码DATE 下跌约5% 阿里巴巴交易代码BABA 稳固增长 单日涨幅2% 德海尔医疗交易代码DHRM 今时宣布 一与以色列生物医疗信号诊断 和分析的医疗软件技术公司 WildMate签订了 为期6年的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 DHRM将继续作为 WildMate公司的 高效睡眠监测软件产品 在中国的独家战略伙伴 第一代睡眠呼吸产品 就是采用的来自WildMate技术 已经投放到了58家 中国医疗机构 获得了众多顶级 三家医院的高度认同 澳新指导交易代码BSPM 近日回调的主因 是第三季度的业绩的下滑 其营收为1465万美元 同比小幅下滑了2.4% 但BSPM在2014年的 前三个季度的业绩 有所惊喜 营收和毛利润同比 都有两位数的增长 此外还引起我们关注的是 在前三个季度的每股营收 该数据已经达到了0.15美元 但其市盈率仅为7.3 严重低于行业平均的23.3 若恢复合理估值 BSPM将有望再涨300%以上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 BSPM已经来到了重要的支撑 1.1.2美元附近位置 是指跌企稳的信号 短期密切关注BSPM的反弹攻势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走势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